穿成男主的坐金炮灰女友后 我敬业地走着剧情 每天在床上肆意欺辱男主 在床下大笔挥霍他的钱 只等男主彻底咽起我 任务就结束了 可无论我怎么做 男主永远都笑得温柔浅犬 毫不在意地任我睡 忍我捞 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时 掉线的系统忽然发出尖叫 宿主你睡错人了 这是本书最大的封批反派谢怀燕啊 我 难怪他那么淡定 跟他一比 我这点坏就像小猫脑爪一样轻啊 我吓得转身就要跑 可一回头就撞见了谢怀燕 他把我扔回床上 慢条思理地解开衣扣 你欺负我那么多次 也该让我欺负回来一次吧 别怕宝宝 就一晚 嗯 刚睁开眼 周围是一片幽深昏暗 耳边传来陌生人压抑至极的喘息声 适应了一下光线后 我朝声音来源看去 只见一个肩宽腿长的挺拔男人 坐在沙发里 他身体轻微颤抖着 眼尾泛起艳丽的桃红 原本合身的黑色制服被解开几个扣子 露出一片带着薄汉的胸膛 我一惊 这 这人是被吓了崔情耀吗 这什么情况 我小心翼翼地戳了他一下 喂 可还没说出下个字 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感传来 下一刻 我已经被人压在了床上 炽热滚烫的气息扑面而来 压迫感沉重地让人头皮发麻 一道低雅的男生在耳边想起 你是谁 我一愣 其实我是个穿输者 穿成了名为沈黎的恶毒女配 原著中 沈黎本来是男主谢怀燕的女友 伪装的温柔纯情 可男主一招破产后 他就暴露了视材好色的本性 白日里大笔挥霍男主剩下的积蓄 晚上则是把男主求力放在床上 夜夜欺凌 时间一久 沈黎觉得无趣 就把男主扔进了黑市自生自灭 可是男主活了下来 从此 他彻底黑化 不但组建了自己的势力 还千百倍地报复了沈黎 最终等他奄奄一息后 男主觉得无趣 就一枪给了他的痛快 而我的任务 就是走完这段剧情 对男主使劲睡 使劲捞 然后石像地死掉 这么说来 我眼前这人 就是男主谢怀燕了 咔哒 正琢磨着 腰间忽然传来一阵坚硬的触感 我猛地回过神来 余光一瞥 抵在我腰间的是一把枪 我靠 男主你哪来的枪 原著也没写这段啊 我吓得魂飞天外 对方声音 却再次冷静地响起 危险至极 你到底是谁 感受到对面的杀意 我浑身一击零 连忙按照原著设定 一刻不敢耽搁地 痛哭着抱上了他 我还能是谁 我当然是你对象啊老公 对面顿时一僵 他声音低雅地重复了一遍 对象 我拼命点头 生怕对方不信 就被一枪崩了 对啊老公 你忘了吗 我是莉莉啊 你昨天还叫我宝宝 怎么今天就这么冷漠了 我要碎了 呜呜 说到最后 已经染上了哭腔 虽然其实是被吓的 可听起来 却好像是违情所伤 格外可怜 对面轻笑一声 下一刻 他的俊脸忽然放大数倍 眉眼冷翘 鼻梁高挺 那双幽深轻烈的眼眸 倒映着我的脸 我的心跳瞬间停滞 果然是男主谢怀燕 除了他 书里 不会再有第二个人 长得这么好看了 宝宝 谢怀燕盯着我 语气忽然变得温软又哄 既然你是我对象 那你知道我被吓药的时候 你该做些什么吗 滚烫的气息浮过耳边 一阵强烈的苏玛感 从耳朵蔓延到四肢百骸 心跳声陡然放大 什么意思 现在是该按照原住 睡他了吗 可为什么总感觉 有点不对劲啊 原住里 谢怀燕明明很讨厌 沈梨的触碰 对沈梨可以说是避之不及 怎么现在谢怀燕 还尚赶着要我碰呢 见我呆呆地盯着他 谢怀燕痴笑一声 起身就要走 装都装不像 真笨 我 可恶 竟敢嘲讽我 我愤怒地坐起来 一把拽住对方的袖子 然后捧起他的脸 就用力吻了下去 睡就睡吧 反正谢怀燕身材这么好 我也不吃亏 为了完成任务 拼了 谢怀燕瞳孔一缩 他抬手似乎想推开我 然而 要笑在此刻又涌了上来 他再也压抑不住 轻喘着揽住了我的腰 加深了这个吻 天昏地暗的炽热中 我被折腾得 只剩哭的力气了 第一次明白了 什么叫自讨苦吃 谢怀燕这个狗男人 体力简直好的变态 迷迷糊糊中 我不知怎么 忽然想到了原著 对沈黎的描述 沈家大小姐人面兽心 竟然夜夜折辱谢怀燕 不肯放过 第一次看这段话时 我只对女配的行为 深感愤怒 可现在却全都变成了敬佩 夜夜折辱 姐 你的身体素质是真好 再次睁开眼 我浑身上下 都是难以言喻的酸痛感 一边揉着腰 一边向周围望去 纯黑的大理石地面 挂满碎钻的华丽吊灯 随处可见的精致装饰 几乎每一处 都溢满了奢华昂贵的气息 我看呆了 再一低头 就连床都是Tinsass的豪华大床 比我在原世界的床大了三倍不止 幸福的泪水忽然掉落 我知道沈黎是大小姐 可没想到 她居然能复成这样 穷了这么久 也终于轮到我想受一把了 正寒泪感慨时 视线里突然出现了一碗青粥 与此同时 谢怀燕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哭什么 不喜欢待在我家吗 我 这是你家 不然呢 还能是你家 我揉了揉眼睛 没过一会儿 又不可置信地揉了揉 不是 我在心里流下血泪 你家不是破产了吗 为什么还能有这么豪华的别墅 这就是瘦死的骆驼 比马大吗 一旁的谢怀燕 看我掉泪 不知道误解了什么 她温热地指腹 在我眼角骂撒了几下 有几分不自在地安慰了起来 别哭了 昨晚是我没控制住 你喝点粥吧 里面有止痛药 应该会好一点 我 想起昨夜一些暧昧的画面 我眼角的泪 直接被脸颊温度蒸发了 呕了一声后 结果晚默默喝粥 果然胃里舒服了不少 谢怀燕看着我 继续道 昨晚的事 我会对你负责的 以后就在我这里住下吧 啊 一口粥 差点呛在喉咙里 我眼睛惊恐地蒸大了 这发展不对啊 按照原剧情 现在不应该是我 养着破产的谢怀燕吗 见我没答话 谢怀燕挑了挑眉 怎么了宝宝 昨晚不是说 迟早要把我睡出心里阴影吗 这就食言了 我 他怎么还记得这句话 这是昨晚谢怀燕问 我你是不是不行了的时候 我胜负欲被激起时说的胡话 实际上也是我的任务内容 可是 如果真这么做了 我还能活到任务结束那一天吗 不会先历劫身亡了吧 我瞬间心虚了起来 小声乱编 那个 算了吧 其实我比较任床 你家这张床太陌生了 我躺上去会睡不着的 谢怀燕微笑道 没关系的宝宝 你不喜欢这张床 我就让人把昨晚那张床搬过来 那张床应该不会陌生了吧 我 原助理 不该是女配把男主欺负的说不出话来吗 为什么轮到我就换我哑口无言了 到底是谁欺负谁啊 一晃几天过去了 我的系统不知道为什么 一进入这个世界就掉线了 怎么都联系不上 我只好放弃这个不靠谱的系统 自己继续做穿输任务 总共三个任务 睡男主 捞男主 死 第一个任务 不知道为什么进行得格外顺利 谢怀燕并没有像原助那样 被我碰了就要死要活的 反而总是笑得如沐春风 想到这儿 我忍不住暗骂一声 这人真是个变态 骂完后 我站起身就朝谢怀燕办公室走去 还是去进行第二个任务吧 捞钱 我手拿一张银行卡 气势汹汹地推开了房门 谢怀燕我没钱了 话音未落 我的冷汗就刷一下落了下来 空阔的办公室里 站着一堆训练有素的保镖 在我推门的那一刻起起转身 警惕地盯着我 然后不约而同地拿起了几十把枪对着我 我 虽然我的最终任务就是被男主杀掉 但是一把枪和几十把枪的区别我还是分得清的 我腿一软 非常时食物地蹲下抱起头 大哥们别杀我 我只是路过而已 马上走 马上走 忽然 一声很轻地笑传来 谢怀燕慵懒得单手脱腮 歪着头 嘴角微微上翘 宝宝别怕 过来 你刚刚想说什么 此话一出 周围的人这才放下枪 但我的头皮依旧发麻 这我哪里还说得出来啊 我摸摸蹭蹭走过去 原本嚣张的气焰弱了十分 撒娇一样软绵绵地开口 老公 我卡里没钱了 你能不能V我一万看看实例 谢怀燕接过银行卡看了一眼 忽然皱起了眉 我眼睛一亮 崩坏的剧情终于要按照原住走了吗 原住里 谢怀燕破产后 沈黎偷偷挥霍光了他剩余的财产 这导致他病重的母亲失去了医药费 最终痛苦离世 这是谢怀燕一生的痛 也是他黑化的催化剂 从此 他恨透了爱财如命的老女 我看着谢怀燕紧皱的眉 心里隐隐有些兴奋 他这是开始讨厌我了 剧情终于正常运转下去了 我完成任务有望了 可下一刻 谢怀燕就把这张卡丢到一边 然后 在我兴奋的目光中 拿出了另一张黑金色的卡 一看就比我的要高级得多 谢怀燕看着我目瞪口呆的眼神 语气平淡的 像是在聊超市特价菜 怎么用这种银行卡 消费额度只有十万能买什么 用我的黑卡吧 我 什么叫只有十万啊 这可是整整十万啊 您这财力算破产 那我算什么 乞丐吗 有时候真会被自己穷笑了 又过了几天只醉金迷的生活后 我猛然从幻梦中清醒 不对 不能再这样堕落下去了 我的任务明明是走完原著剧情 可现在这剧情 已经乱得亲妈都认不出来了 原著中 谢怀燕被沈梨睡了一次 捞了一把之后 就已经恨她入股了 为什么 我现在天天睡 天天捞 谢怀燕还是一直笑咪咪的 是因为 只有我的任务被加强难度了吗 我一怒之下怒了一下 这日子没法过了 就在这时 谢怀燕那张好看过头的脸 忽然凑过来 然后在我脸颊上亲了一口 怎么生气了宝宝 谁惹你不开心了吗 上次拍卖会你没买到的限量款新包 我刚给你买了一屋子 要一起去看看吗 我顿时喜笑颜开 好啊好啊 好吧 这日子 好像也还能过下去 啊 夜晚 正在我一个人睡觉时 一阵刺耳的尖锐爆鸣声 吵醒了我 我迷迷糊糊揉了揉眼睛 谁啊 吵什么 熟悉的电子音崩溃道 是我呀宿主 我是系统 哦 听到这我终于来劲了 起身兴奋问道 你可算回来了 你不在 我都不能看进度 快来帮我看看 任务进度怎么样了 系统鬼异地沉默了 半晌 他才戏声戏气道 有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你要听哪个 我一愣 不过我一贯喜欢先甜后苦 那就先好消息吧 系统 好消息是 谢怀燕对你的好感度 是百分百 攻略成功 谢怀燕这小子 居然喜欢我 我的魅力有那么大吗 我顿时喜出望外 心里美滋滋的 那坏消息 坏消息就是 系统泪流满面 你攻略它有什么用啊 你的任务是找男主走剧情 可你到现在 连男主的影子都没见到 你居然还问我 任务进度怎么样了 我 我的CPU一瞬间都冒烟了 什么意思 谢怀燕难道不是男主吗 岂止不是男主 他甚至都不是个普通人 这可是全文最大的 风批反派啊 作恶多端手段 很利的反派啊 我 这几个词 能和对我那么好的 谢怀燕扯上关系 我深吸几口气 揉了揉发痛的脑袋 不对吧 我记得穿书前 你明明跟我讲过 男主名字就叫谢怀燕啊 不是 系统异正言词 你别冤枉我 我说的 明明是男主叫谢怀燕 反派叫谢怀燕 你这都能听错吗 我 不是哥们 这难道不是同一个音吗 不认错才是见鬼吧 懒得再跟这个 不靠谱的系统掰扯 我问出了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系统 还能怎么办 快跑啊 他的语气色缩了一下 你知道什么叫 最大反派吗 那就是 远比你想的 要残忍心狠 你落在男主手里 也就一颗子弹的事 落在反派手里 还不知道会怎么死呢 赶紧趁现在逃命吧 我被系统 猴得脑袋发痛 下意识听她的话兔 从床上爬起 转身就想跑 可刚一抬头 我浑身的血液就凝固了 昏暗的房间门口 谢怀燕正静静地站在那里 不知道听了多久 她明明念无表情 可隐匿在阴影里 却无端阴沉地让人害怕 宝宝 你在跟谁说话呢 你想逃去哪 这跟大白天撞鬼也没区别了 我的冷汗瞬间落了下来 看不清谢怀燕的表情 不知道她究竟听到了多少 我现在只能赌一把 想到这儿 我几乎是用了这辈子最快的反应速度 瞬间笑意盈盈地扑了上去 老公你怎么来了 我在跟朋友打电话呢 她今天完了密室逃脱 一直在跟我聊 怎么逃出去 听起来好好玩 我下次也想和她一起去 可不可以啊 一边说话 我还一边摇晃着她的胳膊 试图分散她的注意力 在我期待的目光中 谢怀燕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微笑 是吗 当然可以去玩 只不过有一个小条件 赌赢了 她居然真的信了 我在心里松了口气 随即笑着问道 是什么条件 谢怀燕薄唇清起 语调慢条丝里 既然喜欢逃跑 那就先在家里和我玩一次密室逃脱 半小时 你能逃出我家 我就放你离开 当然 她深邃眼眸里翻涌着我 看不懂的情绪 如果你这次逃不出去 以后就永远留在我身边吧 惊喜来得太过突然 话音刚落 我就跳起来和谢怀燕勾了小拇指 生怕她下一秒反悔 好 那一言为定 不许后悔 说完转身就跑 真不怪我自信 只是谢怀燕的家再大 也就只是一栋房子而已 逃出去有什么难度 半小时 我就是爬都爬出去了 半小时后 我看着一望无际的花园 终于绝望地摊下了 脑海里只剩下一个想法 谢怀燕不愧是终极大反派 果然不会轻易就放人离开 之前一直以为她家只有一栋别墅 所以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 我就仿佛已经看到了自由在招手 于是我干净满满的 一路穿过了欧式巨型喷泉 白玉石底广场 人造河 训兽场 终于见到了 她家的花园 好一个青州椅过万重山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啊 我两眼一黑 泪倒在地上时 还不忘愤怒地冲着天空挥了一拳 可恶的有钱人 这么多地就不能分我一块吗 忽然间 一阵夜晚冷风吹过 周围顿时响起一片速速声 各种奇形怪状的植物随风而动 甚至还有鸟发出了凄凉的尖叫 我又默默收回了拳头 硬生生被叫出了一身冷汗 刚才肾上腺素飙升 现在冷静下来才发现 我的周围空无一人 这么偌大的花园 此刻只有我一人在 这氛围实在是有点恐怖了 我小心翼翼地往回走 完全不敢回头 生怕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在追我 可偏就在这时 斜肩被竖从半了一下 我注意力全集中在身后 一时没防备 身体重重向前摔去 糟了 我瞬间闭紧眼睛 等待着痛一来袭 可就在这时 一股力量忽然揪住了我的领子 轻轻一扯 我就摔进了一个人的怀抱里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我魂飞魄散 拼命挣扎了起来 啊啊啊什么东西 不要缠上我 一声轻笑传来 对面轻而易举地 置住了挣扎的我 给我披上了一件温暖的大衣 阻隔了夜晚的寒气 熟悉的雪松香水未传来 我瞬间停下不动了 睁眼抬头望去 正好撞进了谢怀燕 含着笑意的眼睛里 你输了 不知道为什么 见到谢怀燕的这一刻 我紧绷着的心下意识 就放松了下来 明明逃跑失败了 此刻却不合时宜地感到了安心 我嘟弄着耍赖道 刚刚的比赛能不能反悔啊 没想到你家这么大 不公平啊 谢怀燕微微一笑 不能反悔 你可是跟我拉钩发誓的 忘了吗 月亮下 他那过于绝美的容颜 练艳的不像话 几乎比月光更勾人 我的脑袋都当机了一下 半嗓踩耳朵红红地转过头 嗯 忘了 谢怀燕盯着我 忽然笑了几声 那你记性真不好 我帮你深刻一下记忆吧 输了游戏的代价是 他牵起我的手十指紧扣 垂头在手背上 落下郑重其事的一吻 留在我身边 爵士帅哥对我说 情话的杀伤力太大了 足足用冷水洗了三遍脸 我的热意这才消了下去 冷静后 我突然意识到了后果 完了系统 错过这次机会 我就再也不能逃了怎么办 系统沉吟片刻 要不 我们换个思路呢 不要主动逃跑 而是让谢怀燕 自己受不了你 把你赶跑 我一愣 啊 这真能做到吗 系统信心满满地拍了拍胸膛 放心吧 我走南闯北 见过那么多男人了 对男人的了解 可比你深多了 男人最讨厌纠缠不休 控制欲强的女人 你只需要充分发挥 做惊的本领 一刻不停地无理取闹 惹她厌烦 保证几天过去 就被丢出来了 听起来好有道理的样子哦 于是我重重点头 好主意 第二天傍晚 谢怀燕晚回来了五分钟 她一边向里走着 一边单手截着领带 身上隐隐散发着慵懒的倦意 好机会 系统说过 在男人疲惫的时候做死 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于是我立刻飞奔着 突进了她的怀里 仰头就嚎啕大哭了起来 谢怀燕身子一僵 怎么了 我哽咽着揪住了她的衣领 老公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泪眼朦胧中 我看见谢怀燕 微妙地挑了一下眉 嗯 我不管我不管 你今天回来那么突晚 肯定是出去找别人 不要我了 我用力挤着眼泪 把这辈子最伤心的事 都想了一遍 极力装成一副 心碎炼爱恼的模样 可就在这时 脸上忽然被温热的东西碰了碰 我疑惑地扭头看去 然后忽然就哭不出来了 谢怀燕举着一袋 在包装精美的糕点 语气里有几分无奈 说你记性差还不信 前几天不是还吵着 要吃新品糕点吗 今天他家开门 我这才耽误了点时间 我一愣 这才想起来 前几天是有家新开的甜品店 听说厨师是世界顶级的水平 对食物品质有很高的要求 一天只限量做五份 我当时就那么随口一提 根本没想过能买到 可没想到 谢怀燕竟然真的给我买回来了 我捂住胸口 尽力去压抑那莫名加速的心跳 不行 绝不能在美南级这里倒下 视线一转 我忽然撇到谢怀燕衣领上的一抹红色 终于再次找到了机会 等等 你这衣服上是什么 斗志重新燃起 我激动地点起脚尖 一把扯开了他的衣领 你的领口上怎么有个口红印 谢怀燕被扒衣服的时候 耳间有些泛红 此刻听见我的话才回过神来 低头淡淡地撇了一眼领口 然后伸出骨节分明的手指 轻轻按在了我的嘴唇上 我的话就这么僵在了喉间 正疑惑地想问他要干什么 就听见谢怀燕有些暗哑的声音 从耳畔传来 这是你的口红印 今天早安稳不小心蹭上去的 没舍得擦 我的脸默然红了 谢怀燕虽然是封批反派 可作为男友来说 真是能给足对象安全感的完美存在 硬生生让我挑不出一根刺来 于是我只好磕磕绊绊地为自己找步 老公你别嫌我烦 其实我只是很没安全感 想要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眼里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情绪才激动了点 好 谢怀燕打断了我的话 他修长的手指一翻 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个银色优手铐来 明明嘴角的笑容温润如玉 可在暗色灯光下 却显得格外并太偏执 既然这样 那就把我们锁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好吗 宝宝 我的神色瞬间一将 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开玩笑的吧 怎么会有正常人随身戴手铐啊 可谢怀燕的表情却不像是开玩笑 他慢条思理地朝我一步步逼近 语调很轻 却每个字都踩在我心脏上 你今晚这么主动 我可以理解为是很想我吗 我刚想辨解 可下一刻 对方已经把我按在了墙上 垂头伸稳了起来 炽热的气息一点就燃 谢怀燕专属的气味 温度 触感 就这样强势地侵入了我的世界 我呼吸不畅 被迫扬起了头 然后就听到了咔嚓一声 手腕被冰冷的手铐锁住了 谢怀燕在我耳边低声道 放心宝宝 我们永远不会分开的 好在 谢怀燕虽然封批 但在听见我哭着说 只是开个玩笑时 还是没真把我靠起来一辈子 只是作为惩罚 他靠了我整整一晚 第二天起床时 我的腰已经酸得不成样子了 我只能边揉着腰 边沉痛地进行失败总结 本以为我 已经假装的占有欲很强了 可没想到对方的占有欲更是强到爆棚 真是好一场自投罗网啊 现在看来 想要让谢怀燕被我馋烦 从而赶我走的方法 应该是行不通了 毕竟谢怀燕脑回路和其他人不一样 我馋着他 他并不会觉得烦 反而会爽 于是我只能拉着系统 再次改变策略 这一次 系统沉思了半天 终于研究出了针对谢怀燕的方法 宿主 我算是明白了 谢怀燕这种占有欲变态的人 可能就是喜欢黏人的 那你就反其道而行之 表现得凶一点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 具体怎么做呢 比如 你可以双目血红地辱骂他 践踏他 告诉他你很讨厌他 没人会喜欢和变态待在一起 像他这种控制欲强的 肯定不喜欢敢反抗自己的人 恼羞成怒之下 肯定会赶你出去了 这话确实挺有道理的 但我还是呆住了 这个双目血红是什么操作 我拼命瞪了半天眼睛 都没让眼睛红起来 看来 只能另辟蹊径了 于是 谢怀燕晚上回到房间时 看到的就是 我又红又肿的眼睛 跟个核桃似的 一看就明显哭过 他立刻快步走上前来 垂头看着我的眼睛 怎么了 我紧记系统的指导 努力冲他怒目而视 我讨厌你 可谢怀燕看起来 并不在意的样子 他一边揉着我 努力瞪大的眼睛 一边点点头 嗯 但是我喜欢你 因为喜欢你 很担心你 所以你能告诉我 发生什么事了吗 他的语调温柔如水 就这样轻易化解了 我的第一轮攻击 我顿了片刻 好一会儿 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磕磕巴巴地去羞辱他 你还好意思问 你 你这么变态 谁能受得了 和你待在一起 气势很足 只可惜 刚刚为了让眼睛哭红的我 此刻声音还有些哽咽 威力直接大打折扣了 谢怀燕盯着我 侯杰上下滚动了一圈 才哑声道 好了宝宝 我承认 昨晚靠你是不对 别哭了 我下次一定轻一点了 或者你想靠回来 也随时可以 我任你报复 我 有时候真怀疑谢怀燕 跟我不是一个频道的 不然 为什么总能把话题 歪到莫名其妙的方向 谢怀燕揉了揉我呆滞的脑袋 随即就要站起身来 我去找人拿些冰块来 给你敷眼睛 不行 我的瞳孔骤然一缩 本来就是鼓足了勇气 才来羞辱谢怀燕的 要是被打断一次 我哪还有脸能继续 想到这儿 我站起身来 用力按住了谢怀燕的肩 然后重重一推 谢怀燕对我毫无防备 就这样倒在了床上 她的眼睛微微睁大 你 就是现在 下一刻 我已经用高跟鞋 踩在了她的腹肌上 系统在我脑海里 尖叫庆祝 没错就是这样 宿主好样的 好好践踏羞辱她 而谢怀燕表情 似乎愣住了 我趁此机会 用高跟鞋 又在她身上 滑动了几个来回 说实话 她腹肌踩起来 还挺舒服的 线条流畅又紧实 看来身材练得不错 怎么了 刚刚不是说人我报复吗 现在想跑怎么行 我一边说着霸气宣言 一边有些心虚的 和系统对话 怎么样 这次的羞辱力度够大了吗 系统自信一笑 包的 放心吧宿主 我前面去调看了一下 谢怀燕的生平经历 发现她从小就遭人虐待羞辱 最反感这个 所有欺负过她的人 都无声无息消息了 我的笑容灯湿一僵 啊 这不靠谱的系统 大哥你有没有想过 我也有可能会消失呢 我只是想被赶出家门 不是想被赶去天堂啊 想到这里 我立刻就想收回脚 可却没收动 我胆战心惊地朝谢怀燕看去 却见她眼眸里像是燃起了火焰 暗藏着滚烫的热度 她的声音暗沉至极 既然想要报复 为什么不再大胆一点 说着 她单手握住我的脚踝 强迫我一路向下 明明隔着高跟鞋什么都碰不到 可我却觉得整只脚都烧了起来 我头皮瞬间发麻 下意识想要再次挣脱 可这一次 却被攥着腿按进了床里 上下位置一瞬间颠倒 谢怀燕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薄唇勾起 一直说我变态 你这不是喜欢 比我还要变态的玩法吗 还喜欢什么 一会儿可以直接告诉我 不用拐这么一大圈再说 我们今晚都试一遍 这么折腾了一星期 谢怀燕还没烦 我的身体先撑不住了 系统也崩溃了 这人恋爱脑吧 都这么做死了还没烦 我都快烦了 事到如今 也只剩个下下策了 我现在对系统的搜主意 已经提不起半分兴趣 但出于礼貌 还是做了个请讲的手势 然后就听见系统说 只要是人类就都爱钱 所以你去把他钱花光吧 我 果然是下下策 这难度比之前的主意还要高 凭谢怀燕的有钱程度 他的钱如果都换成现金 估计大火烧个三天三夜也烧不完 但是到如今 我也只剩这一个方法了 虽然花不完 但花到让他心疼 应该也不难的 吧 A城拍卖会上 各界名流 达官显贵 甚至是黑白两道都聚集于此 一路上 红毯两边都摆满了价值连城的展品 这要放在以前 这样的场合 我是太都不敢踏进一步的 可如今风水轮流转 我拿着黑凯一路刷过去 买空了几乎所有的展品 收获了无数惊叹目光 旁边的人一直在小声窃窃私语 看口型 似乎是在猜测 我究竟要买到什么时候 可我自己也不清楚 我只知道 我得一直买到谢怀 验受不了为止 叮铃铃 不知过了多久 电话铃声终于响了 来电显示上赫然是谢怀燕三个字 难道说 我按耐住心底的激动 点了接听 喂 老公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刚刚一直在消费 我嗡嗡两声 老公你是心疼钱了吗 可没想到 谢怀燕似乎是被逗笑了 声音里都能听出一丝笑意 在乱想什么 我是心疼你的手 拎这么多东西不累吗 你今天出门没带几个保镖 估计拎不下 所以我刚刚增派了几个人 一会儿倒 我一正 语气不由地染上了疑惑 我买了这么多东西 不会太高调了吗 相处这些天 我发现谢怀燕虽然是反派大佬 但平时对外并不会过分张扬 还是以低调内敛为主 可我今天的形式风格 跟他大相径庭 真的不介意吗 不过 谢怀燕显然并不在意的样子 他的声音依旧温柔沉稳 无形中蕴含着让人安心的力量 不会 你尽管去高调 有我给你买单 系统的最后一个方法也失败了 但奇怪的是 我并没有感觉多失望 相反 这颗心比任何时候跳得都要快 仿佛有什么陌生感情 在里面沸腾 真是奇怪啊 逛展结束后 我边揉着心口 边朝更衣箭里走去 由于难事止步 保镖都自动停在了门外 我一个人走了进去 然后挑了一件隔肩 脱去了一身华丽繁复的装饰 换上了日常的衣服 呼 我终于输了一口气 贵衣服好是好 就是太过累赘 一天走下来 差点把我泪摊在2D2 可这口气还没松到底 一群贵妇人 打扮的人 先成群结队进来了 耳边忽然传来了一句激烈的声音 刚刚那个浮夸的女人 居然是谢怀燕女伴啊 哦 居然有人讨论我 我好奇心起来了 轻轻贴在了门板上 想听得更清楚一些 嘘 声音小点 你吵的门外都能听到了 我的天 有谁数了那女人一晚上 究竟买了多少东西吗 跟钱花不玩似的 好败家呀 就是说 而且她跟了谢总之后 也不在圈子里露露面 一露面就这么高调 感觉像在跟我们示威一样 可能就是想让男人看她吧 故意穿那么华丽 害我先生今晚一直盯着她 她心里肯定爽死了 谢总和这种女人在一起 真是家门不幸 我听着听着 不但毫无波澜 反而有些想笑 没想到 这些从来没说过话的人 居然会在背地里 这么娶娶我 不过 我这辈子 最不缺的就是 别人在背后说坏话 只要不妨碍到我 无论他们怎么说 我都不会分过去半点眼神 于是我推开门 转身想要离开 可就在这时 一道格外尖锐的声音传来 就我觉得 谢怀燕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吗 听到谢怀燕三个字 不知道为什么 我离开的脚步灯石一顿 那人愤愤不平地继续分析 那女人又不是什么千金 哪能有什么话语权 要我说 她今晚做的事 肯定还是谢怀燕 那个建种命令的 她从前和我们家合作的时候 竟然因为我们施工时 不小心毁了一片村庄 就和我们取消合作了 私生子就是私生子 浑身都透着低贱的气息 这下 我的脚步彻底停住了 原来 我对谢怀燕的了解 竟然这么少 她所提到的事 我一见都不知道 但在和谢怀燕朝夕相处的 这么多天里 我对她倒是有一些新了解 她会给受伤的野猫包扎 会认真接待上门 感谢的福利院院长 也会对做死的我 无限宠密 桩桩渐渐 都让我觉得 她并没有系统口中那么恐怖 也没有门外那人口中那么坏 他们骂我的时候 我从小就厚脸皮 并不在意 可骂到谢怀燕的时候 我却下意识觉得困惑 荒谬 和久违的生气 门外一群人全都大惊失色 纷纷去捂嘴 我的姑奶奶啊 谢怀燕你也敢乱说 被人听到就完蛋了 那女人红唇一撇 切 怕什么 难道谢怀燕还能派人在女更衣 尖尖听我们不成 嗨 她话音还未落 我就拍了拍她的肩膀 女人瞬间停住了话语 她缓缓回头看向我 华丽的妆容也遮不住骤然变白的脸色 像见到了鬼似的 我嘴角带笑 语气温柔道 姐姐们 你们在说什么 可以也带我一个吗 没想到 这群人被地理议论的风生水起 可真见到本人时 却吓得话都结巴了 啊 这 这不是谢怀燕那位 哎呀 妹妹也真是的 怎么来了 也没点动静呢 就是呢 哈哈 你看姐姐们正在聊着你呢 你就来了 多巧啊 一群贵妇人 强颜欢笑着凑上来 故作亲密地挽住了我的手 他们懒着语气依旧温和 还好 也不是很巧 我在这里听了十分钟才出来的 今天拜家买了一堆东西 很累 所以 在更衣室休息的久了一点 姐姐们不在意吧 这下 大家的脸纷纷变得五颜六色 好不精彩 不好意思啊妹妹 姐姐们喝醉酒了 说醉话呢 妹妹别往心里去 我就先告辞了 那我也先走了 下次再见 他们脚下生风 一个个穿着高跟鞋窜得飞快 转眼间就空无一人了 看起来像是这辈子都不想和我再见了 我缓缓收回了笑脸 随即敲了敲系统 系统 你之前说调查过谢怀燕的身世背景 可以跟我也说说吗 当突然可以啊 不过 系统有些摸不着头脑 你怎么突然想知道这个了 我也不清楚 刚穿书时 我只想快些完成系统任务 对具体的任务对象并不关心 觉得无论是谁都一样 所以到最后 才会连主角和反派都能搞混 可现在不同 不知道为什么 我此刻特别想深入了解谢怀燕 想了解她的喜怒哀乐 想了解她的过去经历 想了解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想了解 我所不曾见过的 她的另外一面 谢怀燕父亲是豪门路家的主人 她风流成性 曾在醉酒后 强迫了谢怀燕的母亲 又在第二天 毫不留情地抽身离去 母亲虽然崩溃绝望 但内心却是一个强大的女人 她很快调整好了自己 一个人摆摊养着谢怀燕 在闲暇的日子里 她会抱着孩子 一遍遍温柔地说 宝宝 你的名字叫谢怀燕 燕的意思是安逸闲事 以前的日子我们不回头了 往后的日子平平安安就好了 她说到做到 以后的日子里 无论孤儿寡母多辛苦 也从未去找过谢怀燕的父亲一次 谢怀燕就是在这样的爱里长大的 可12岁那年 这点爱却被用最残忍的方式摧毁了 父亲忽然带着一堆人上门 强硬夺走了谢怀燕 她看着爹坐在地的母亲 冷笑道 这怎么着也是我陆家的儿子 你想让他跟你一个外人幸谢 做梦 原来陆家夫人不孕不育 父亲愁了很久 终于想到在外还有个私生子 于是 她立刻把谢怀燕抢了回去 对外宣称是夫人的孩子 父亲很高兴 夫人很高兴 陆家上下都很高兴 可自此 母亲的生活被第二次毁了 她终日以泪洗面 去陆家大宅闹过无数次 却每次都被毫不留情地拖了出来 从此再也没见过谢怀燕第二面 而另一边 谢怀燕一进门就被改名为了陆怀燕 她默默忍受着亲生父亲和继母的冷眼 忍受着豪门那严厉到近乎苛刻的训练 就是为了有一天 能够逃出去找母亲 逃跑那天 她做够了万全的准备 终于如愿溜出了家门 可年纪尚小的谢怀燕 并不知道这座繁复的囚龙有多大 她在层层叠叠的大宅里迷了路 最后还是被仆人发现 拽了回去 事情发生后 陆家举宅震怒 夫人认为谢怀燕是不知好歹的剑种 应该放放血 把私生子的肮脏血液流干净 于是谢怀燕开始被各种灵虐 每天都伤痕累累 但她从未放弃 逃一次 抓一次 再加强监管和惩罚力度 不知循环了几次 谢怀燕终于顺利逃了出去 她怀着雀跃又忐忑的心 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 可迎接她的 却是早已破败张辉的家具 以及邻居一具可惜的溃谈 这女人可怜呐 明明才三十出头 居然早早就病逝了 从此 谢怀燕彻底黑化 系统讲到这里 我彻底听不下去了 比了个暂停的手势 系统果然贴心地停下了 我闭了闭眼睛 想要缓缓胸口 那过于酸涩的情绪 然而却一点也压不住 混乱中 思绪忽然回到了谢怀燕 陪我玩密室逃脱的那天晚上 我奔走在深宅大院里 整整半小时 到最后还没看见出口 身体就先累倒了 那时的我没想到 谢怀燕竟也曾和我一样 拖着重伤而又小的身躯 一次次踏上这逃出囚龙的路 又一次次找不到尽头 不过 我和他又是截然不同的 我逃不出去没关系 会有爱人来接我回去 并为我披上温暖的大衣 可十二岁的谢怀燕逃不出去 留给他的 就只有冰冷的虐待怒骂 以及下一次的绝望 周而复始 剩余的故事就很简单了 得知母亲去世后 谢怀燕就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了起来 他手段狠力果掘 形势雷厉风行 在陆家迅速站稳了脚跟 终于 在父亲生日这天 他拎着一把枪 父亲和夫人看到枪直接就下滩了 尖叫着跑去拍门 可门却早被反锁了 谢怀燕一步步向他们走去 笑容温润如玉 你们之前不是这么对我母亲的吗 怎么轮到自己就怕了 从此陆家一主 改姓为谢 讲完故事后 我们都沉默了一阵 半晌 系统才唏嘘道 以前只是大概过了一遍剧情 今天任认真真看了一遍这段经历 才发现这个反派 好像真的有点惨 能让见多识广的系统 发出这种感慨 也算是不容易了 于是我更加疑惑了 所以谢怀燕为什么是反派 童年凄惨 为母复仇这种美强惨的设定 怎么看都不像是恶人吧 系统思索片刻 嗯 大概是因为后面发生的事吧 谢怀燕在A城最乱的地方 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表面上看是野心勃勃 但实际上 只是为了帮助在那边生活艰难的普通人 为了减少那些有手好闲的亡命之徒来找事 他就对外宣传出了 自己凶狠残暴的名声 吓走了一大堆心思不正的人 然后也被仪器检测定位为反派了 哦 也就是说 谢怀燕根本没做过什么坏事 只是因为装的凶 就被当成反派了 这人还真是 书里书外都那么惨啊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却下意识觉得 谢怀燕应该并不会在意这些的 对他来说 只要能够护助自己想守护的事物 无论被别人怎么误解都没关系 毕竟 他就是这样坚定而强大的人 宝宝 就在这时 熟悉的声音忽然从身后响起 我回头看去 只见谢怀燕一身宽阔挺拔的风衣 站在灯下 就像一颗凌然淡漠的雪松 可在和我对视后 他唇角扬起了温柔的微笑 一瞬间 冰消雪容 我的心脏顿时碰碰乱跳 但语气还是尽量装的平稳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让保镖来给我拎东西吗 谢怀燕稳步走到我身边 他单手接过了我的包 微微挑眉 难道我不能来给你拎东西吗 上车吧 我跟着谢怀燕钻进了副驾驶 然后在他要开车前 先攥住了他的手 谢怀燕一愣 怎么了 我摇摇头 没怎么 就是眼睛有点疼 好像是见什么东西了 能给我吹吹吗 闻言 谢怀燕果然俯身凑近了我 那双深邃的眼眸 在月光下极其清亮 泛着柔和的光 好看到 让人想要沉溺其中 他皱了皱眉 低声道 眼睛确实红红的 别动 我来帮你吹吹 可我没听他的话 我趁他靠近的时候 扬起下巴 轻轻贴了上去 谢怀燕毫无防备地 被我偷袭了一口 当即震住了 我忍不住笑道 你怎么那么好骗呀 我是想亲你 才这么说的 可下一刻 谢怀燕就不甘示弱地 追吻了回来 满世界顿时 只剩下彼此的气味 这个吻并不如同 往常一般热烈 两个人都在认真 吻着对方 黏膩又安静 实在是太过安心美好了 我觉得 自己就在此刻死去 恐怕也是幸福的了 谢怀燕在交吻的间隙处 轻声笑道 其实我也骗了你 我很想你 我并不懂爱是什么 七岁那年 妈妈告诉我爱我 可转头就跑了 八岁那年 爸爸告诉我爱我 可转头就和别人结婚生子了 十四岁那年 我在学校里独来独往 有个小男孩红着脸上前说 我喜欢你 请跟我在一起吧 可在我面 无表情地拒绝了后 他哭着跑了 边跑边喊我 就是个没感情的怪物 活该被人孤立 在长大一些后 我学会了人情世故 也学会了察言观色 所有人都夸我 开朗又体贴 可只有我知道 我的外表和内心是割裂的 无论表现得有多么热情 内心永远都是一潭死水 直到系统找到了我 说我的性格 很适合去完成任务 阴差阳错终 我恰巧遇到了谢怀燕 从此 这潭死水开始泛起了波澜 谢怀燕明明从小比我更不幸 可他却像他母亲一样 依旧拥有爱人的能力 我生命中来来往往那么多人 只有他会用行动告诉我 这世界上是存在爱的 他毫无理由又致死不渝 回到家后 谢怀燕去冲早了 我坐在床上思考良久 终于敲了敲系统 系统 我想说件事 怎么了 我缓缓抬起头 眼神坚定 我想放弃原本的穿输任务了 毕竟 谢怀燕对我真挚赤诚 而我却是因为任务才接近他的 总感觉对他很不公平 系统震惊了 宿主你认真的吗 他结结巴巴地道 你 你放弃这个任务 积分奖励一亿快就没了 我 我现在看起来很缺钱吗 开个玩笑 系统信心道 你是我宿主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放弃任务的代价是什么 我确实知道 放弃任务 就代表违背了命定的情节 代价是 再也回不去原来的世界 只能被困在这里 一般人肯定难以接受 可我不同 回去其实也没什么好的 我在那里 又没有亲人朋友 也没有什么特别留恋的事物 说到这里 我抬起头轻笑一声 但在这里 有我的爱人 所以拿不到系统奖励 也没关系 因为我最大的奖励 早就已经出现在我身边了 话音未落 我忽然僵住了 一条线条流畅的小臂 紧紧固住了我的腰 男人略带沙哑的嗓音 从身后传来 贴得极近 宝宝 谢谢你 我的手瞬间钻紧 脑袋紧张到一片空白 你都知道了 谢怀燕埋头在我脖梗间 闷声道 早就知道了 从听到那个破系统 穿多你逃跑的那一天 我就知道了 居然这么早 我震惊了 亏我当时还集中生质地 编出了什么密室逃脱的谎言 自以为瞒过了对方 可没想到 他竟早就知道了 只是不愿意揭穿而已 我困惑地转过身 和他对视 你明明知道 我一直在骗你 为什么不说 为什么要说 谢怀燕反问道 你乐在其中 我也乐在其中 你请我愿的事 有什么拆穿的必要 我 我的嗓音逐渐低落了下去 愧疚感油然而生 可是我一直在欺骗你 很恶劣 下一刻 嘴唇就传来温热的触感 原来是谢怀燕伸出修长的手指 轻轻抵在了我的唇上 打断了我 你一点也不恶劣 穿过来这么久 即使有了财富和地位 也从来没有害过任何人 还愿意陪在我这种恶人身边 他一开手指 在昏黄灯光下吻了上去 声音温柔而前吐成 你是很好的人 是我的爱人 心跳顿时为这两句话 失去了控制 我忍不住搂住了谢怀燕的脖梗 主动又声色地回稳了他 我很小声地说 但我欺负过你很多次 还是有点愧疚 怎么办 下一刻 谢怀燕就搂着我的腰 支撑在了我身上 暧昧的水气扑面而来 惹得我脸颊滚烫 也将他的嗓音 尽染得无比低雅 既然欺负我那么多次 那也让我欺负回来一次就好了 别怕宝宝 就一晚 一黄眼 冬天到了 谢怀燕的生日也到了 我牵着谢怀燕缓缓走着 一路千叮名万嘱咐 千万别睁眼啊 很快就到了 睁眼就没有惊喜了 谢怀燕则有些无奈地笑道 这是你第十次这么说了 我真没睁眼 宝宝 这位外界文之丧胆的反派 此刻却乖乖低着头 一步步任我牵着走 我看得心动 忍不住笑道 这么听话 你就不怕我趁机把你卖了 这么绝情啊 为什么要卖我 嗯 倒也不是非得卖 你求求我 我就不卖 好 谢怀燕的声音染上一丝温柔的笑意 我求求你宝宝 别抛下我 别离开我 好不好 这样的谢怀燕 是让人无法拒绝的 我顿时捂住了胸口 发誓道 再缺钱也不会把你卖了的 刚刚开个玩笑而已 到了 睁眼吧 谢怀燕浅笑着睁开了眼睛 然而 再看到周围景象的一刹那 就这么正在了原地 四周是明亮的色调 偏橘色的灯光 温柔地包裹着家具 处处都透着熟悉的气息 这竟然是他和母亲曾经的家 在他12岁生日那天 这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再次回来时 已然变成了一塌糊涂 死气沉沉的模样 一同到来的 还有母亲的死讯 从此 这里就成了谢怀燕 不愿再踏足的噩梦 可现在 他又恍若又回到了小时候 那些恐惧的阴影 也开始一点一点 被暖色光线代替 我站在一旁 看到谢怀燕许久没动 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了起来 这个生日礼物 是我早就策划好的 毕竟 这座房子里 装满了谢怀燕童年 最美好的回忆 却就这样废弃了 实在可惜 于是我请系统提供了 这房子原来的照片 又对着他 一点点清理 干净了珠网灰尘 慢慢找人修复了破旧家具 尽力复原 这里曾经的模样 但有些岁月的痕迹 毕竟无法去除 做不到百分比还原 于是 我在这些地方 又加了点 自己喜欢的元素 最后完工时 整座房子 看起来既古朴温馨 又有一丝现代的生机 原本我是很满意的 但是 我看向身边的谢怀燕 越发紧张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 阿姨会不会介意 文言 谢怀燕好像这才回过了神 他回头看向我 没开口说话 而是伸出胳膊 紧紧抱住了我 我被抱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只能拍拍他的肩 你还没回答我呢 这礼物怎么样呀 谢怀燕这才松开了点 那双深邃的铜眸 此刻被光线染成了一片 漂亮的暖色 我很喜欢 明明说的是房子 可他的视线 却一直停在我脸上 下一刻 谢怀燕像 是再也克制不住一般 在我唇上落下了轻柔的一吻 一滴泪在驳梗处划过 谢谢你 宝宝 曾经母亲就是站在这里 笑着对她说 小燕 欢迎回家 而如今 是喜欢的人站在这里 眉眼间笑意盈盈地说道 谢怀燕 欢迎回家 于是 她终于又有家了 完